國內目前還有三十多萬劑的AZ疫苗 不過笑期都不長 就怕打不完 現在指揮中心也嚴你 要開放讓民眾來自費施打 可是專家認為 政府花人民的納稅錢去採購疫苗 民眾想要打 卻要自費 等於是一頭牛被扒了兩層皮 打疫苗對抗新冠病毒 未來想出國恐怕也得靠它 現在國內到手的三十萬劑AZ疫苗 分別在五月底和六月十五號 就回到期 不過現在只打了2.4萬劑 指揮中心也嚴你 要開放民眾自費施打 不過也引發質疑 政府花公堂買到疫苗 卻又要民眾自己花錢打 專家推測指揮中心比較有可能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支一條 對於入計出境的人相關檢疫藥物 可以徵收費用來向民眾收取疫苗費 但專家說這並不適用 那他規定的是在檢疫而不在防疫 我們在檢疫是在關口 對關口對旅客做的任何的行為 主管機關都可以向他掙取收取費用 但是如果對於在國境內的人民 我們在做防疫工作的時候 防疫工作這是政府的責任 絕大多數國家像是以色列英國 美國等都是有公費疫苗 讓民眾施打 只有少數的第三世界國家 像是印尼 沒有讓民眾免費接種疫苗 國內想開放自費疫苗 怎麼收費 指揮中心都還在嚴你 只不過還沒開放 就先引來風波 華視新聞王欣穎 黃瑞玲 台北報導